歡迎來收聽 荒唐相談所有 因為我是要脫到最後一刻才會完成的人 我是那種我會把東西 我喜歡的東西我就會計畫好很快弄 欸我也是 對 但是如果我不喜歡的東西 我還是會把它做好 但是我就是會 要到最後一刻才會做 是嗎 我也是這樣欸 對 而且我會拖到就是完全無法理解的拖 比如說這件事情我真的很喜歡很喜歡 比如說我現在突然想到 有一個什麼可以拍攝的腳本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我 有這個衝勁我要做的 我就會趕快馬上去做這件事情 但如果是一些有時候 比如說可能上課要備課啊 還是什麼幹嘛的 我就會覺得 因為那個東西就是有點麻煩 所以我很常會拖到 要上課前的可能兩三個小時 我才會開始做備課這件事情 尤其現在有時候級數越來越高啊 備課的時間會越來越長 其實我知道這件事應該要提早做 但是我真的就是 沒有辦法提早做這件事情 我就是永遠都會拖到 我要上課前的兩三個小時 我才會開始備課 然後每次在那邊備課是覺得說 他媽的我為什麼要拖到這個時候才會備課 但永遠要一直循環欸 OK啦你只是備課而已 我生活的事情都是損害我自己的 比如說 比如說每天少把遲到 那是蠻損害你自己的 但我要先說一件事情喔 幾天前換了工作 應該說大家的時間都比較正常 所以 縱使你加拿班其實也沒有到很誇張的境界 所以我現在個人的狀態 大概秉持著10點半到11點 最晚12點我一定會睡覺 如果是在家的狀態 好 對我來說好早 對對對 我的意思是以前 我可能睡到早上5點半我就會起來 然後我是會下去 就是去富士的小公園去你知道 走一走嗎這樣 對然後我去跟他們走一走 跟他也是在那邊走一走 然後一直聊天對不對 你好健康喔 對那我的意思就是 然後我現在上班的地方大概最晚9點尿 但我很常幹的事情就是打9點01分的卡 你5點半就起床 然後你打9點01分的卡 你都覺得在幹嘛 2023年比較懶 我就會起來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先滑手機 先看一下今天所有各大報的電子報 時刻發生了什麼大事 娛樂新聞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換完之後就開始看所有的FB 滑到 所有社群都滑一遍這樣嗎 這次我還看過 OK好不滑了 那邊看IG看 然後看完之後想說 好像還有點時間 比方說現在可能還不到7點 他說OK 最晚8點一定要洗澡 因為我出門一定要洗澡才能上班的 然後最晚8點一定要洗澡 反正看了它8點了 蛤 可是還有3分鐘這支影片就播完了 好 這支影片看我就去洗澡 我也很常幹這種事 就是我覺得說 這支影片看完我就去洗澡 但是永遠都做不到 我每次都在拖很晚才去洗澡 拖很晚才去洗澡還好 我是早上拖很晚 因為你是接下來要去上班 對 然後我就要請假兩個小時了 媽的 你的假 可以這樣一直請嗎 你的特休 我的特休大概有3分之2 他直接請這個 就你發現 我就要知道了 特休 公司的人士跟我說 那個某某某 特休不是拿來這樣子用的 我說還好吧 是啊 你又拿去放假 安排一些什麼什麼 他也是特休很多的 但是他就沒有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你呢 你也沒有啊 就這樣 你好像 你直接這樣回去啊 因為他就說 你應該活上安排休息日 就是不是拿來 當做那個遲到延長的藉口 但我就會先堵他一句說 安排休息日 那你有嗎 你也沒有啊 我有妥善安排我的 其實 就是遲到的休息 你這個拖延真的不行 因為影響到上班真的不行 等一下說實話 但我沒有影響到我的工作精神 我的工作精神 我可是 還是超前 你只是影響到打卡這件事情 而已是不是 然後貢獻兩個小時給公司 蛤 那這個真的不行啊 我會影響到打卡 因為打卡會影響到 就是你初勤什麼之類的啊 對吧 對啊 所以你就是發現我今天要知道你就請特休 是這樣嗎 知道我特休沒有位置 等一下你一個禮拜會遲到幾次 看狀況 因為我是11月報到的 所以我的特休就是每一年的11月會進來 今年的12月我就有點誇張 但我覺得12月誇張 去年 對對2023年的12月有點誇張 誇張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那個公司要辦一個很大的活動 然後其實我辦到後面好累 我就覺得天啊 所有人都不在乎 為什麼我要這麼在乎這件事情 為什麼所有東西都在我的頭上 是一個幾十週年的大慶就對了 所有人都不動起來啊 好像只有我衝到很前面 我要拉的是這麼多人往前走 我不要啊 OK 我要勞過我自己 但是晚上加班的時候 心想說天啊好像做不完很丟臉 就是一直做做做 但每天然後想想說 現在去就要避免這件事情 天啊好累喔 今天的生活是不是又要再追這個追那個 然後什麼東西又要被趕 算好像可以晚一點再去 那你剛剛說頻率對不對 11月不是剛剛拿到的假嗎 我現在已經請掉了兩天了 那你特休總共幾天 14天 你是兩個小時嗎 天啊 一天可以請四次 所以我現在已經請掉八次了 然後這八次的貢獻在12月裡面 你好誇張 12月一個月你的上班日才幾天 20天 20天 8次而已啊 20天八次而已啊 20天八次 平日才很高的好嗎 對啊 醫院沒有啊 我目前一直很乖 我目前一直都是OK的 我是不會上班遲到 但是呢 就以前上班的時候不會 現在也不會 就是拖延不會展現在 上班 或是工作要遲到這件事情 但我的拖延是很像 就有一些小事 比如說 假設我要去領藥 那領藥不是有一個期間嗎 可能幾號到幾號 我永遠都是在 壓線的那一天去領 要嘛是最後一天 要嘛是前一天去領藥 永遠都這樣耶 我爸媽每次都會說 就是你拿到藥單的時候 你就先把那個藥單拿去藥局 然後他時間到了 他就會幫你把那個藥 你就不用在那邊 可是我每次都是壓線 比如說 假設1月6號是最後一天的領藥日 我就會在1月5號的時候 再拿去藥局 然後我跟他說 嗯 把他領藥 因為有時候 會有那個中間差 就是可能我藥已經吃完了 我曾經就有一次就是有這個中間差 就其實我藥已經吃完了 但是呢我的那個藥單 因為那個中間差的關係 沒有領到 我覺得大概差不多有3天的時間 沒有安眠藥可以吃 關於安眠藥的部分呢 補充一下吼 因為我有定期再回診精神科 所以安眠藥是精神科醫師開的 廚房前藥物 不是我擅自亂吃喔 解釋一下怕大家誤會 沒有安眠藥可以吃 我還是可以睡得著 但是就是睡的情況會變得很不好 然後因為我連續3天 我都沒有吃安眠 都睡覺 然後睡眠狀態變得很不好之後呢 我覺得我那3天過後的人的狀態 有一點點零肉分離 就是因為晚上睡得很不好 所以呢 我後來就想說 藥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太重要了 我還是得吃安眠藥 我以後就是還是乖乖在那個 應該要領的期限 我就趕快去領藥 這個會影響到我的睡眠問題 那我問一個問題喔 就是你吃安眠藥之後 你會 真的會睡很好 或是足那個時間嗎 以我現在的情況 我吃安眠藥 會根據我那陣子的壓力狀態有一點不一樣 如果那陣子的壓力狀態很大 即便我吃安眠藥 我睡覺時速可能也都是3 4個小時就會醒來 那當然如果你要說再睡回去也是可以 我本來就是淺眠的人 吃安眠藥只是幫助我在睡眠的那段時間 會睡得比較稍微沉 但是時速不會拉到非常的長 我不吃安眠藥我還是睡得著 可是我會睡得更淺 所以就會很像有睡等於沒睡的感覺 我會這樣問的原因是因為 就我剛剛說被PUA的那陣子 然後我就回家的時候 就跟我的那個親戚講說 我是那種一躺下去沒多久就會睡著的 當然睡好不好是一回事 但我意思是說我很容易進入睡眠狀態 失眠對我來說是很不常見的 然後反正我就回去跟親戚講說 我最近因為工作的狀況 反正我就壓力很大 然後就失眠 我常常可能睡一兩個鐘我就起來了 可是我可能工作我要做到 凌晨兩三點 早上就又要起來 我說我這樣我覺得我就挖崩掉了 然後他就說好好 那他拿一排安眠藥給我 那你真的覺得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就吃半顆 再有一個假日 反正沒有事情 不用做事情 就那天禮拜晚上 我就好吃了半顆 天啊我睡到隔天晚上 我一路睡大概16個鐘 還是18個鐘頭 我睡到是那一種隔壁棟的 因為我的窗戶打開 隔壁棟的鄰居可能回來了 然後在看電視跟小燕 然後睡太大聲了 然後燈又亮 那一種狀態才起來 就起來上次我會想說 天啊奇怪是沒有睡好嗎 為什麼現在還黑的 就是 我沒有你已經睡著過 我也可能只睡一兩個鐘頭 等一下 然後看一下 天啊隔壁棟 什麼 怎麼會這樣 已經睡超過那個時間了 那個安眠藥壞我一直放著 就是每一個人對安眠藥的那個 欸怎麼突然講到安眠藥 反正就是每一個人對安眠藥的那個 藥效 藥性 有一點不太 欸突然間講到安眠藥 剛才講脫炎症 對我們現在要講脫炎症 不講到安眠藥啊 脫炎症這件事情 我覺得 就像你剛剛講的 如果這件事情是 我沒有很想要做的事情 我就會能脫就脫 尤其像這種就是 做PPT或是講義這類的東西 我也都是要脫到最後一刻 我才會做的 因為對我來說 我覺得有時候做那個東西 是有一點就是 如果我到最後一刻 發現時間很緊迫的時候呢 我做這個東西的靈感 會來的很快 像有開一堂新的課程嘛 那個新上的課程呢 就是我們是直播課 然後所以要做講義 我每次都是在當天 就比如說晚上九點要上課 當天早上還有 下午還有課喔 然後我可能上完課兩點半 我兩點半才開始做講義 但我就現在聽起來好像都是 你喜歡這件事情 不喜歡這件事情 就是對 取決於我 但是其實我沒有討厭做講義 我有時候都會想說 我要提前做 因為我要做講義 不是只有做文字 就是我的講義是要有影片輔助 所以我要去找影片黨 你懂嗎 那找影片黨是很花時間的事情 所以我每次都會做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 不行我下次一定要提早 先找影片黨 但我永遠都沒有做成功的事情 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成功 沒關係 我覺得要來證明 我們是不是拖延症的 我跟你講 檢測是不是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個文章 他就說 演講題目叫 拖延症患者的內心世界 然後他說拖延症呢 其實是 每個人的內心裡面 其實是有一個理性決策的角色 跟一個 只追求即時行熱大腦的猴子 拖延症的人的內心世界呢 是因為那個即時行熱的猴子 太強大了 強大到那個 理性的那個人 好像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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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做出很多行為其實都是在這個拉鋸戰當中 他就做了一個很簡單的量表 第一項是 他說 當某項工作的交起進在眼前時 起早把時間浪費在其他上面 我是啊 第一項就做了 第二個是說 你會不斷的說 明天再做吧 會 我覺得是不是不用測啊 完蛋了 第三個是 節理日期破在眉睫 所以你總是要加快速度把工作完成 你是說截止日期嗎 有Daylight Daylight破在眉睫 要加速 你的PPT就是這樣 是啊 我的PPT就是這樣 因為我都當天才做 第四個他說 經常在這件事情還沒進行之前 你就先推遲他 可能簡單舉例 比如說你現在知道下禮拜要錄音好了 然後你可能早就知道題目 但是你可能 你原本想說今天晚上要 你白天的時候原本想說 今天晚上我要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等到晚上的時候就想說 我看一下映劇 明天再做這件事情好了 然後明天的時候 我在明天在明天在明天 你就是這樣 是 就像我們今天要錄音 其實很早就知道題目是什麼 我一直到今天早上 我才能列出 我要講什麼東西 多人當中在想這件事 他想著想說 不對我們兩個少做一件事情 到底少做了什麼事情 我就覺得這個題目就是資料要整理起來 好累 就整理不起來 然後等到今天早上起來的時候想說 我終於知道是什麼事情 我們沒有討論討鋼 我們沒有討論鋼鋼 難怪我覺得這次再弄起來是 跟過往很怪 就是 可以找到很多素材 但素材整理不起來 真的 因為這次就是我把題目丟給他說 我們這次要錄這個 然後我們完全沒有討論鋼鋼 我們要去透露跳過鋼鋼這件事情 OK 第五個 通常無法完成每天計畫的工作 你會說明天才做的 應該就沒有辦法 因為這樣是耶 我有曾經一度會覺得說 我一定要每天給自己寫一個計畫 說我今天要計畫完成三件事情 但這個事情大概只能做差不多三天 就會失敗了 我都是計畫說 這個是這個禮拜要做的事情 因為我就覺得說 今天畫不完你一定可以再畫 因為我就知道我一個禮拜做不完 所以我就規劃 好比如說 一天我就完成三件事 但是呢 我嘗試過大概差不多三天我就失敗了 第六個他說 經常會完成必要的工作 一到傍晚就選擇休息 我沒有 我沒有 因為我傍晚都在上課 因為我的工作是傍晚在開始 OK 明明靜靜做下來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卻很少能在幾天內結束 好像有時候會有時候不會 這點比較重一點 經常發現自己目前在做的事情 是前幾天就要該要完成的 是 等一下好了 最後一個 他說 總是等到生活必需品全部用金 才會急急忙忙的購入 好像會耶 比如說像隱形眼鏡的那個 保養液 我原則上都是看到他已經剩下差不多可能 10CC的時候 我就發現 啊要買的喔 那是我反過來耶 真的假的 你是會先 預先囤貨的人 沒有我就是 比如說 看到特賣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算 然後想說 真的好便宜 然後我就會買這 然後因為我最近 又在做一次房間整理的時候 反正我就把我那個所有的盥洗 洗澡的東西全部就是 擺好在一個櫃子裡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我到底為什麼要買這麼多東西 我現在發現我的洗面有六條 牙膏也有六條 好多 但是是消耗品好像還好啦 欸不是啊我一個人住耶 也是嗎 然後我洗髮機有四坪 用鏡這件事情 我會摩托車已經沒有油了 沒關係應該還好 還可以再撐一下 還可以撐一下 所以我曾經有大概發生過兩次是 在橋上面 然後其他一半就沒有油 然後我就天啊完了 然後就真的牽車下來 然後大概牽四五十分鐘 就牽到加油站 生活必需品好像真的是會 快要用完的時候我才會去買耶 我有時候會想說 喔他現在在特價 這個東西我一定用的到 那我要先買嘛 可是我都會覺得說 還沒有用完 我等到用完的時候再來買 另外一個心理學家比較 他說拖延症能其實有六個類型 什麼樣六個類型 他說第一個 你有可能是完美主義者 因為你造成拖延症的原因是 是因為你每一個東西 你都要做到滿分 你要做到你心目中的一百二十分 就因為要做到一百二十分 所以你不放過你自己 你才會花很多時間做這件事情 第二個 他說你有可能是一個夢想家 因為你盲目的相信 船豆 橋童 自然子 你不做任何的計劃 去做你該做的事情 他說在看之下 你好像是積極肯定 自我的樂觀主義者 但其實你做任何事情 都沒有一切的根據跟計劃 所以你一直從 這種東西衝完之後 事後才發想說 做這個東西要幹嘛 我好像是這一派的人耶 好 第三個是 起人憂天 因為你太過激怒的憂鬱 跟不安情緒 你做很多事情 都偷偷拉拉 你做每件事情的時候 就心想說 但如果我做這件事情 發生那件事情 我該怎麼辦 第四個是說 喜歡享受刺激感的 喜歡享受臨陣抹腔 你會覺得 人在懸崖邊 你才能夠 激發出腎上癡素 激發出你的癡人 我不是這一派 叛逆者 李秉持的心情是 為什麼要我做 他為什麼不能做 所以你就不遵守規定 當別人跟你講說 現在你要完成這個工作 你會心一直抗拒說 為什麼不教別人 為什麼留下來加班的是我 你在講什麼 你會永遠的討厭 我不會這樣 我不會這樣 最後一個是 你是過勞者 因為你不擅長拒絕 跟你很難決定 事情先後的順序 因為這個原因 你也無法知道 你現在是不是 摟你過重 所以你就少一直承接 所有的東西進來 我好像有一點這樣 就是 我覺得我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是不是 我覺得我以前是 完全不會拒絕別人的人 就是人家如果 有提出什麼樣的要求 即便我覺得這個要求 我可能有點困難 但是我也不會拒絕別人 現在會稍微好一點 但我以前不太會 我也不太會 而且我都會去搶別人工作來做 你好瘋 為什麼要搶別人工作來做 搶到那個人士姐姐 會說某某某很開心你就是 可以成績這麼多 但是你還是要給別人 學習的機會 其實人士姐姐蠻可憐 因為我都以計畫毒死他 我都會跟他說 可是這一次職場 又不是學校 為什麼要給他學習的機會 他有沒有做得很好 你真的很狠欸 我的天啊 我覺得那個部分 比較體現在就是 如果別人要求我的時候 我好像真的也是 不太會拒絕 我覺得拒絕別人很難 對我來說啦 我現在會學著會拒絕 這個東西是 我知道丟給我 不是一個絕對的好處 或者是應該說丟給我 我做不到我心中一百二十分 這件事情我就會覺得 OK不要給我 或者是要跟我合作的 這個單位或是人 我覺得 就是你是會阻礙我一切的 但是我有一個人 我也會阻不起來 沒有說一定要一百二十分 才活下來 那就給八十分的人做 或是六十分的人做就好 會有更適合我 更值得我去效力的地方 我其實不太是這一派的人 我是你剛 我們剛講的那第幾個啊 第二個還是第三個 傳到球都自然指的那一種 夢想家 對 我是不見實際的夢想家 我是整個性格的人 想到就衝 就像你說今天要來錄音 然後就想說 不能放過我吧 我們不可以再談後面一點的時間嗎 當我看完形式 想說後面一點時間好像也很滿 算了 算了你說今天就今天好了 我就是想到什麼 現在想要做 我就會現在想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突然間 又開始想錄Podcast的原因啊 就是你知道我想到說 我有一個這個東西耶 我放到好久了那我來我啦 再把他拉回來做 所以我跟妳講很好笑 是因為我昨天要下班了 我們今天晚上有活動 因為我們要帶物資 我們有被分配 每個人要帶什麼 這好像是一個女生 然後有點比較嬌小的女生 然後因為他 他就是做大眾交通工具的人 好那我不是跟妳講說我的那個 集合地點是前後捷運站都有一點距離的地方 然後反正呢 他就 這就好重 這什麼東西好重 怎麼樣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裝好我的東西之後 然後他就想說 好煩喔 沒有要怎麼帶去幹嘛 然後我就說還好吧 那個已經很輕了 我的還比你的大片很重 他說啊不是啊 我們要怎麼把他帶去搭公車 而且那個 我記得要走15分鐘 我說好啦我幫你帶著 他說你確定那很重耶 我說還好啦我騎車 他說可是這樣不好吧 反正最後我帶走了 我就還帶我帶在你家了 對 你是說 三瓶酒在我的背包裡面 我看到了 然後 為什麼要帶酒啊 因為晚上的聚會是參會 喔OK 然後要走之前 然後他就在講集合地點 集合時間 然後我就說好像是5點半 他就問我說我一定要5點半到嗎 什麼東西 然後我說 然後他就在哀嚎說他去那邊 車聚辦一個小時 對然後我就跟他說你不要再哀嚎了 他說什麼意思 我說我明天參會的前一個行程 變成更遠 他說什麼意思 我說我在北投的山上 我說我在北投的山上 而且我要先一大早先到北投的山上 說我要做的事情之後 還要再立刻騎車殺過來喔 我又在家說 那你不要坐大頭求人工具嗎 我說 不是 他家你家結合站很遠 明天集合地點 你結合站也很遠 我還不騎車 SORRY 真是抱歉喔 我是一個想到什麼 你真的是夢想家 我是夢想家 你不要才是夢想家 不見識的夢想家 我就是 拖延那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跟繳錢有關 繳錢的事情我也會拖耶 但是我不是說延遲喔 我一直說 比如說繳費期限是到25號 我一定是25號才會繳費 我有固定的三張卡會使用 比如說有人綁悠遊卡 可能綁手機或綁什麼之類的 不然就是三張 三張的卡 腳貝時間 媽的怎麼差這麼多 一張在月初 一張在月底 一張可能是22 一張是25號 晒掉我的日曆 我現在把日曆就是 拿到做每年都會循環的事情 他每個月就會繼續提醒 我覺得現在信用卡的公司很貼心耶 他現在可以設立那個 自動轉帳嗎 還是什麼 沒有 因為我不自動轉帳的人 因為有時候我會怕我刷過頭 然後自動轉帳我會不會刷 扣打會空掉這樣 對他可以設定那個 你要到期的前三天傳點訊 可以通知你 喔是喔 因為我沒有信用卡 所以我沒有信用卡卡費的問題 但是會有 比如說固定要支出的 像電話費 或者是一些串流平台的費用 什麼這種的 然後還有比如說 一季要繳那個 勞健保跟保險的費用 我每次都是壓線 我才會繳錢的人 勞健保費 都是每一季的10號之前要繳費 然後他前一個月就先繳那個 就是現在都電子的嘛 然後他就會先寄通知來 那我就是知道我10號一定要繳費 但是我就是會壓到 一定要10號我才要繳錢 因為我就會覺得 好我1號就繳了 我錢就飛走了 我不喜歡那個感覺 而且沒有我覺得現在電子的 以前資本其實也很麻煩 因為你會要自己去記日期 但我發現現在其實電子之後 也沒有比較好到哪裡去 因為你心情很多 只要看到帳單我就覺得 喔又要繳錢了 而且因為我的勞健保的費用 跟我額外保的外面的那種保險的費用的季度 是同一個月 所以就是說我在那個月裡面 我要繳掉勞健保的費用之餘 我還要再繳保險的費用 所以我那個月的錢就會有很多的錢是飛走的狀態 所以你知道嗎 我就會覺得我要拖到最後一天我再繳 我才不會覺得說我錢一進來 比如說好假設我一個月現在錢進來了 然後那個保險的額度可能佔我的薪水的 比如三分之一好了 如果我在一開始我就把它繳掉 我就會覺得我的錢三分之一就不見了 那你就很適合那個定期扣繳啊 一般的保險費是定期扣繳的 可是那個勞健保的費用是他的帳單來 然後我期限到再去繳費 應該是可以設定 但我好像沒有設定 我所有東西都沒有設定 是因為我就覺得 繳錢的當下就會那個錢出去 如果真的很多 我就會罵自己想說 對啊你就是這麼愛花錢看沒錢了吧哈哈哈 所以如果製造扣繳 它就是一個數字過去而已 所以現在我現在朋友什麼接口支付啊 什麼支付啊 超討厭用 我都覺得它只是數字跑過去 然後我就不會痛 可是電子支付現在真的很方便耶 是沒錯啦 但是就是對我這種就是 就是你覺得沒有 對錢沒有什麼概念的 就是沒有拿現金出來 你會覺得我沒有付錢的感覺這樣 對 應該是說你會覺得錢好像很容易 然後你就會花很多 欸針對花錢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在開啟講好了 因為花錢 我也是一個花錢 不太堅持的人 我們現在直接聊 理財 沒有理財關鍵的人 更加聊理財合理嗎 我有理財啊 你亂說 我有 你有在理財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到我 有 真的假的 你的理財是 就是除了存款之外 還會額外做其他的投資那一種 會啊 真的假的 沒有啊 我完全沒有 你不行 哈哈哈 我不知道要怎麼罵你 我有存錢 但是我沒有 就是沒有投資 簡單講這一段 我大學時期其實也沒有 你看說那時候 我的有一個老師 就說 你加減要會投資 所以他那時候叫我買股票 最近他買股票 那我那時候超佛系的 反正我就是買這個股票 但我心裡沒有認真研究 那家公司 因為都沒有很上進 大概就可能 比如說12塊13塊 12塊13塊大概就是一萬二一萬三 嗯 對對對 然後我想說好一萬二一萬三也好少 就這樣子吧 對對對 大學便宜十年多了嘛 現在六十幾塊 就跟台積電一樣 台積電當年兩百 現在也 現在六百多了吧 不只六百多 不只六百了喔 對 那他有跳話簽過嗎 好可怕 對我的意思是 當年如果我們上機 哈哈哈哈 就 三百萬早就有了 哈哈哈哈 好我們下一集再來聊投資理財 我是投資理財小白 徹底的白喔 天啊 好 你是不是覺得不可思議 我覺得超不可思議的 不要這樣子嘛 那我們下一次再來看一集 就是你一個就是你的 有一點理財經驗的身份 給我一點建議 欸說不定 有人跟我一樣 沒有在投資啊 應該有吧 不行啊 好想罵你 有怎麼辦 那我們下次可以做一集就是給一些 譬如說剛出社會的人聽一下 就你 勸懂他們從剛出社會就要理財 還回拖延症 哈哈哈 OK 好啦回到拖延症 你會有覺得說 我應該要把我的拖延症改掉嗎 或是有沒有企圖想要做過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我覺得我的拖延症都是喜好耶 如果這個東西我很喜歡叫我三天三夜不睡覺 我都可以把它做完 但這個東西如果我討厭的話 我好像你拿槍壓著我 我不會體鑑給你 但是我就是等下時間我就會交給你 我好像也是這樣耶 就是好像真的是跟喜好有關耶 就是喜歡的事情很快就會做完 但是如果有一點 也不是說到不喜歡 但可能就是覺得 我沒有那麼大的動力做的事情 我就會能拖就拖 就像剛才的那個 可能過勞者加上完美主義者 但是我現在學會推的 有一派的人是那種 他所有的大小事他都會計畫好 然後排成在他的行事裡面的那種人 我有時候會很羨慕這種人 我會 我會企圖嘗試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就是沒辦法成功 類似這種事情的話 我在那種旅行 欸旅行我也會 可是看 那你會到什麼程度 看國家 不管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舉例請去韓國好 你會認真到什麼程度 早期我很認真的時候 是會比如說 住宿吃玩點 然後每一個點到點之間的交通工具啊 什麼就是所有的細節我都會列出來 早期是這樣 就是可能有一個Excel表格算的 對對對對對 就寫可能比如說幾點到幾點 我們會預計在這個行程 然後搭車要多久 然後下一個點 然後什麼時候要吃飯 然後可能有什麼逛街的行程 我早期會這樣 我早期是 我是會做簡報的 我的簡報的第一part就是這個國家的簡介 然後我們現在去的這個地方 比如說公暖下來 然後匯率多少 然後比如說有沒有帶什麼插頭 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旅行社套裝的概念 開始就是我們每天行程的走向 經典介紹什麼東西 然後最後一頁就是我們這次去這個行程 你應該要帶什麼那個checklist表這樣子 你好誇張 這是完美主義者沒錯耶 是是 然後近年不是有一個那個叫什麼Kava Kava Kava Kava不是流行 就Kava可以做很多會的 對對對現在很流行 對我現在就會做成Kava 然後那種PDV檔 就是很像那種電子手冊這樣概念 好誇張 其實你現在出國還會這樣嗎 會啊 真的假的 我現在已經放棄這件事了 但應該是說因為近幾年來 比較長都是自己去的 我覺得跟朋友去 有時候友情大概就是在旅行中 是 消耗待機 對沒錯 或者是有時候 我是一個很怪的人沒錯 就是比如說現在心情很好 我可能就覺得去遊樂也很棒 去酒吧很棒 去那種人山人海這樣很棒 可是我覺得現在心情不是很好的時候 我就會走上很文青路線 就覺得 就覺得為什麼去那種西邊 然後坐在那邊要看看 享受寧靜這樣 對啊 我現在是我可能比如說 我會抓幾個我想要去的地方 可是我已經不會做到很細節 我現在甚至連 比如說要吃什麼餐廳 我都不會查了 因為我就覺得 反正到當地 反正我語言可以通嘛 那我就是到現場再查 我覺得也可以 沒有我會查 比如說這一區裡面 然後這個地方 有沒有什麼特意一定要吃的 我會查這幾個 當然過程當中 比如說我現在看到有一些店 好像很在地 我覺得 欸好像可以去試試看 我就會去 有一些必吃的東西可能會查 但是其他我就現在就是到了 到了那邊我們在看那個 比如說如果韓國的話 就是看Naver的評價 就是去韓國的時候我也很認真 但去其他國家 因為我就會有一種 我對這個國家很不熟悉 所以我找資料的模式 就會變成有點懶散 就是 反正我就看到什麼景點 我就丟丟丟丟丟 但是那個排程就會有一點 我們是一群朋友要去的話 我就會 丟出幾個我抓到的景點 之後剩下的事情就給別人做 因為 我就覺得這個國家 我很不熟悉 欸跟我朋友一樣欸 不會跟我朋友真的是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但有時候他的一些習近平主 就是 蠻討厭的 你是說旅行這個部分嗎 就是他跟你一樣 也是會丟景點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狀態 他有一個狀態蠻糟的事情是 他沒有什麼太大地理概念 跟方向感這件事 我是不會的 所以舉例舉例 老實說 雖然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但我一直抓不到 他到底喜歡什麼 對 比如說 我覺得 有時候我們在盤行程師 我就說 不然我們去哪裡踏青 或是我們去楊明山走走 然後他就會說 要走路 不要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討厭走路 我可能會在FB上看到他跟 別人去爬山嗎 對 但是他不想跟你去爬山 然後我就會想說 你不是不喜歡爬山 因為說實話 跟我爬山是一個很輕鬆的人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能爬的人 所以就是你也會選那種 就是很輕鬆就可以爬的地方這樣 對 而且我講的爬山可能 比如說就是 像北投 假設你沒有交換工具來的話 就是別人走出來 對 可能就去走那個溫泉公園 是 沒錯 然後可能就是 順著可能 順著溫泉公園走下來 對 然後可能到那個老街去吃些東西 對 那你如果有一點毅力的 你就是可能往山上走 山上走 可能找個溫泉 漫天泡溫泉 溫泉路那邊 對 之類的嘛對不對 欸 他就說聽說北投 風姐很漂亮 我就跟他說 就是我們做大張交換工具來 他說為什麼不租車 我說不是啊 北投很難停車欸 對 北投沒有什麼停車場 沒有什麼大型停車場 然後他就說你不租車我不來 那麼像說幹 可是北投是你要提的啊 反正到他第三年 就我們租車然後就來了 北到溫泉公園 然後那個圖書館 然後那個溫泉博物館 我們就上陽明山囉 我們就開上陽明山囉 然後我就心想說 你是不是要浪費我的時間 哇真的是浪費欸 好這是你怕 然後比如說 好我講比較誇張的事情是 我就說那你要去哪裡 他就說 那個很久沒去九份 那我們去九份好了 我說好九份好啊 他就說那聽說那個 基隆不是有一個那什麼什麼 博物館嗎 好吧就丟九份 丟博物館 然後又丟那個烏嵐 因為他有小孩了嘛 他說他要去木渣動物園 然後就說 小姐你現在知道 你把台北的東南西 沒跑完 然後他住板橋的飯店 對我說小姐 當然西北跑完囉 你知道你只是在 龜山島海裡去喔 你看你自己剛剛聽完 你是不是覺得很荒謬 不是 而且每個都在山上 他住板橋 然後九份 九份是在北海岸的欸 對啊 而且九份 還不是一個平地的蓋培 九份是山上欸 對啊 說去烏嵐泡文泉 因為他說北斗泡河 我去烏嵐泡文泉 然後我想說 小姐那個 你可以知道你現在去幹嘛嗎 烏嵐跟九份 真的是完全不同方向欸 對 這個東西他覺得大概兩天就可以走了 怎麼可能 或是一天就可以走了 你這個朋友的地理肯定 真的很傻欸 超級 欸 又好強 做責代言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拖延症 好啦 我覺得拖延症這個東西 就是如果它沒有很嚴重的影響到生活 或是工作的話 我就會覺得 那就是每一個人的生活方式而已欸 那我覺得就是看 你心中的 理性主義的人跟 即時行樂的猴子 打架 打到什麼程度 那我可能就是 即時行樂的猴子 永遠都站上風吧 我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也都是會 要拖到 最後一刻才會開始做 對不對 沒有你現在就是開始要有點 排行程的概念 我以前有一陣子是會那種 就覺得說 我拍片應該有一個行程 因為我以前是想到我就拍這樣 我有一陣子就覺得說不行 我一定要安排 就可能比如說我禮拜一拍片 禮拜二剪片 然後禮拜幾就可以上片這樣 我做了差不多一個月 失敗 所以我現在都是 我現在突然間覺得 我有靈感要寫教本來 我就現在趕快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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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完之後呢 那我就看一下 就是明後兩天 有沒有時間可以拍片 有我就拍完之後呢 我就剪這樣 我不曉得你的狀態 因為我的狀態是 因為我覺得有些東西太無聊 或者那個東西不喜歡 所以才會導致我 原本可能沒比一個小時 直接做的完 那我就拖成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所以現在網上不是有那種 YouTube的影片是那個什麼 什麼番茄鐘 番茄鐘 工作法 工作法 反正我的意思是 因為我今天好像有半小時 一小時可以選嗎 如果今天做這個東西 是討厭的事 我就放了番茄鐘 然後聽那個音樂 然後不然就開始做 想的時候想說 OKOK 反正現在還沒有很久 先放旁邊 我現在做喜歡的事情 喔 然後喜歡的 因為喜歡的東西 你就會做很快 對會做很快 然後做完之後 可能還沒有想的時候想說 喔那再來補剛才那一段 不OK的東西 好我之後試試看番茄鐘 我會把它運用在我覺得 最麻煩就是 要北克跟左翔翼的部分 拍影片對我來說 是喜歡的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 會很快就把那件事情做完 當你都想想說先關掉 那個我的話題還沒有講 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 為了不讓番茄鐘哪裡 因為你每一拍影片都開直播 結果造成反效果 對 我的那個提醒就想說 L這些音樂要來開直播 我想說 要來開幾百日子 欸我最近比較少開直播了好嗎 因為我的意思就是 你為了讓番茄鐘不足夠 所以我打開直播 都打開直播 然後你想說 我也不要剪了 就直播 你說不用剪 我直接直播上去 我也不用後製剪輯 不會有番茄鐘的問題 都在做喜歡的事 你這麼說好像也是 我現在就是剪短影片 因為剪短影片快很多 像衛士裡講的 跟喜好有關係 真的是喜歡的事就會做很快 不喜歡就會脫 所以我覺得 這個好像無解 那就算了吧 不會啦 就每天做一點點 如果有拖延症患者的朋友 你們也可以嘗試一下 番茄鐘 跟我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但我覺得我有很大的概率 很有可能會覺得 這個番茄鐘明天再做好 你說的是明年嗎 我幹嘛聽錯 才剛開始 我說明天 好啦 那如果也是這個 拖延症患者的話 歡迎跟我們 就是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你有什麼拖延症的事情 就留言在下面告訴我們 對可以跟我們分享 啊私訊我們也是可以的 對可以到我們的IG找我們 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拖延症的故事 那喜歡的話請記得 給我們五星好評也可以留言 那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可以贊助我們喝一些咖啡 或者是可以贊助一下 我的流水溪基金 你那些基金還沒有達到嗎 我有存到一些錢 但是我就想說 如果大家願意贊助我一點的話 你知道我現在開轉購啊 就是轉購的錢 都拿來當流水溪基金 我也是沒有想到流水溪會成真啊 我現在覺得說話以後不要亂講話 你應該說沒有想到某個人 這麼愛弄弄身體吧 我沒有想到會這樣欸 下地獄吧你這個男子 不行啦 我現在反正都是他欸 左邊都是他 怎麼可以叫他下地獄 不行他不是下地獄 你會在地獄歡迎他啊 不要 有入我的懷抱嗎孩子 在地獄好像不太好欸 你確定這樣有合理嗎 應該要去天場吧 我覺得蠻俯他最近舞蹈的顏色 蠻黑暗的 他最近去當兵了啦 我知道我知道 好的那以上就是 今天的這一集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母后花絮 那你知道你存錢的利率那些東西 多少嗎 呃不知道 反正銀行 不行 你要認真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